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拆克洛 我是凱文 我們要來開箱介紹技嘉GIGABYTE U系列輕薄筆電 U35F 雖然這款15.6吋的筆電它是輕薄造型 但是它裡面的規格是蠻強悍的 例如它搭載了NVIDIA的GT750M獨立顯示卡之外 它絕對都可以裝四個硬碟所存設備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開箱吧 好啦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包裝 好啦 首先它的包裝上層我們看到有這個 就是電壓器以及充電線 電源線 好啦 上方有個黑色的配線包 我先把它打開 好啦 我們看到它裡面有非常獨特的一個硬碟轉接架 等一下我們在介紹主角的時候也可以跟大家做這個介紹 好 另外我看到是這邊有一個使用說明書 還有保護 還有產品光碟 最後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的主角了 外面還有一個保護的袋子 U35F OK 現在在我手上的我們已經拿出來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主角 U35F輕薄筆電 我們看到它的機身的配色是銀色配黑色的配色喔 正面還有技嘉的LOGO 我們看到雖然這款筆電它內建了6830毫安培的鋰電池 以及它裡面搭載了一個獨立顯示卡 但是我們看到整體的機身也是非常的輕薄 如果你要外出 把它打開出去也是非常的輕便的 我看到一隻手我就可以拿起來囉 好 首先我們看到機身的背面有雙散熱孔的設計 好 我們看到兩邊都有基本的Io的輸入插孔 輸入輸出插孔 看到這一邊有非常多的基本的插孔 另外一邊我們可以看到在USB 有兩個USB 3.0的插孔 其中一個它下面有寫USB Charge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這台機器沒有開機的狀態下 也可以利用這個USB 3.0孔來充你的行動裝置喔 好啦 直接我們看到在這個機身的正面下方 是非常獨特的 它把光碟機設在你的機身的正前方 它是一個可抽換式的設計喔 只要把機身底部的解鎖打開 就可以把整個光碟機拿出來了 而且剛才我們在包裝有提到過一個硬碟安裝架的小配件 就利用這個配件你就可以安裝2.5吋的硬碟儲存設備 在光碟機的這個部位囉 而且如果你不需要光碟機的話 你也可以安裝空的硬碟安裝架 這樣子就可以減輕整體的機身的重量了 好啦 我們看到正前方的兩邊有兩個立體聲的輸出喇叭 以及在底部的位置也有一個重低的喇叭喔 所以可以提升整體的音效的表現 好 現在再打開U35F吧 首先我們看到它配有了一個Full HD 1920x1080解析度的15.6吋螢幕喔 再加上它的GT750M的獨立顯示卡 所以可以帶給很好的顯示效果喔 再來最上方還可以辦130萬畫素的視訊鏡頭 再來下方它配有超炫的自動光源調整背光鍵盤喔 以及在這個機身的前方有一個變磁電量的顯示按鈕 所以按下去了之後就可以馬上知道 你現在這台機器還剩多少電量喔 好 現在我們來開機 我們所使用的這台是搭配了Intel i7 4500U的Leaster Hustle處理器 以及兩條8G的DDR3所以總共16GB 再來在硬碟儲存的方面也是非常特別 它使用了兩個AM SATA 128GB的SSD 再搭配一個1TB的5400GB HDD喔 所以可以兼顧硬碟的大容量 以及資料獨存取的速度喔 好啦 我們看到開機非常的快 它所使用的是Windows 8處理系統 U35F裡面也搭載了技嘉GiFi非常獨特的軟體 例如我們看到這個是Smart Update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就可以非常輕鬆的來更新你的驅動程式喔 再來我們看到下一個是Smart Manager 這個非常的快速可以做各項的設定 再來我們看到左下角有一個紅色的一個 這個軟體它就是Smart Switch喔 比如這個Smart Switch你就可以自己更換 你想要開機要哪個桌面 如果你沒有更新到8.1的話 踩到下方的話也有這個從開鍵還有電源開關鍵喔 非常方便 好 這款技嘉U35F筆記型電腦 在它的外外設計上面非常的時尚以及輕巧 它的重量只有2.16公斤而已 它的厚度也只有2.1公分而已喔 所以非常好攜帶適合商務人士或者創意工作使用者來使用 以及它的效能上面規格上面也是蠻好的 它使用了第四代的Intel Password處理器 搭配配件了6830毫安培的鋰電池 所以在使用以及它的待機上面也是更加的提升了 如果你要下班把它拿回家玩電玩的話 我覺得也是蠻OK沒有問題的啊 好啦這是經常要介紹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多多留言還有分享我們的影片喔 我們影片的下方有連結到我們的Facebook Google Plus 和推入網站 我是凱文 要記得去訂閱我的頻道喔 下次見啦 2.1